一圈一圈的东西 还有啊 我去国外旅游买了一个特别有特色的 瞎说了 小钥匙链 老外不叫链 因为他觉得钥匙链上肯定有一个圈 来套任何人的东西 那钥匙怎么说呢 我们叫key 而环就叫ring 所以钥匙链就是钥匙圈 英文叫a keyring 再来一遍 a keyring 这里有两个 two keyrings 钥匙链背就出来了吗 所以ring 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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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种各样圈太多了 可以说数不胜数奥运会有five rings 那同学们 如果知道的话 那感觉很轻松 ring确实非常 反正都跟圈有关 有些同学在北京 知道北京还有什么 the second ring road 这是什么东西 我估计北京同学都能知道 二环路啊 什么二环三环四环 那同学们 那如果知道这样的话 感觉就结束了 不过你看看教材 好像ring的词性 它不是当名词解决的 它是当v 什么意思 动词 而且严格的说 写的是vi 叫做 注意啊 vi叫做 不及无动词 刚才说过了 就是后面不许加名词的 如果加名词 需要借词 他的意思 记住 就要发出声音 Final是一般发出 翻译成 微微作响 比如 哎呀 我的电话正响着呢 the phone is ringing 进行时 the phone is ringing 不光电话响 铃铛也可以响 怎么说 the doorbell 铃铛 is ringing 门铃正在嗡嗡作响 有人按门铃呢 the doorbell is ringing 那同学们老师 这我不理解 圈怎么能变成嗡嗡作响 估计以后你物理学的好就知道了 你们声音的传播 据说就是一圈 一圈一圈 这就是有些同学参加考试的时候 咱们中国的考试就不是很科学 为什么 他把喇叭搁前面 然后做前排同学 有觉得声音吵 后排同学呢 有觉得声音小 因为声音是哗 哗圈的 不过将来你要出国的话 要看托福的应用考试 托福是有听力的 那你知道托福那个考场特别有意思 你第一参加之后 它的声音源是在中间 然后呢 大家围着圈来做 而且每个人都要佩戴一个小耳机 视听说教师 这样就比较公平了 因为又出现ring这种感觉 所以同学们 它的动词叫做嗡嗡作响 不管手机还是音乐还是门铃 比如 The music was loud 这个音乐太响了 还就是loud吧 It made my ears 让我耳朵 rings嗡嗡嗡作响 那同学们注意 ring我发现成嗡嗡作响 它是一个略扁的词 往往都是噪音 哎呀门里的嗡嗡 或者说手机 这声音都很大 或者那个噪音 这种叫 哎呀你们还让我睡觉 你就按喇叭 The bell rings 是这种感觉 但是我们以前圣诞节 是老看过来唱一歌 什么铃儿响叮当 好像没唱什么 什么ring bells The bell rings The bell rings 你唱的有它知道吗 叫做 好像这句话吧 叫jingle bells jingle bells jingle all the way 什么东西 bell叫铃铛 而jingle这个词 你都会唱吗 就静下来吧 而悦耳的 我叫叮当作响 一起来 jingle 再来 j-i-n-t-l-e 一起来 jingle jingle bell 一起来 jingle 那它也是个不及物动词 刚说的钥匙链 还就是怎么说吗 叫 T ring 那我的钥匙链正叮当作响 可好听了 我给你弄一个 你看 到时候孩子睡着了 那同学们 My key ring正在 is jingling 能写出在进行时吗 jingle 一结尾 7加ng 不就行了吗 比如这个铃铛 也在叮当作响 这绝对不是那种嘈杂的声音 这是什么 见过吗 风铃 美妙的音乐 非常动听 The bell is jingling The bell is not ringing 下口哩很刺耳 The doorbell is ringing 那同学们注意 ring and jingle 我们一起来记 一个叫嗡嗡作响 一个叫金刚作响 如果能明白的话 那注意 还没有结束 ring还可以当VP来讲 啥叫VP 集物动词 后面必须加名词 构成完整句 那加名词你放心 ring 一旦加名词只加人 它叫做给某人 打电话的意思 其实也是一点点发展 最早电话想要嗡嗡嗡 现在我嗡你一下 一会儿我想一下 你别接啊 咱们中文慢慢演变了 我一会儿 我还可以怎么 我call你一下 我call你一下 还可以怎么说 我一会儿 还可以怎么说 咱们中文不也这样用吗 而你用ring的话 一旦你叫somebody 我想一下 就是给某人打电话 我嗡嗡你一下 给某人打电话的意思 明天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I will ring you tomorrow 你一会儿别给我打电话 我考试呢 Don't ring me because I will take I will be taking an examination 所以同学们 如果知道的话 别急 我昨天给你打电话了 是不对 这么说呢 I ringed you yesterday 注意 虽然你能想到是过去时 但是你又错了 知道为什么吗 ring是不规则变化 麻烦跟我一起记 ring的过去时叫rang 跟我读一下一起来 ring wrong 昂扬的昂 一起来 昂扬斗掌 ring wrong 再来一遍 ring wrong 而他在过去分词 rung一起来 run 离开嘴 三脚阿的音 一起来 run ring wrong wrong 一起来 ring wrong wrong 这个怎么用 完成诗和被动语太用 咱们还没有学到完成诗 但是你记忆没有坏出 ring wrong wrong 但是I wrong you yesterday 我昨天给你打电话了 没问题吧 不要乱做 那么同学们 如果没有问题 我们来看本课的下面一个名词 非常简单 跟我读一下吧 aunt 啥意思啊 姑姑 舅妈的意思 那舅舅怎么说呀 这也简单 uncle 比较难的就是那个 舅舅的 他是我的舅 我是他的什么呀 直的外甥怎么说呀 很好 N-E-P-H-E-W P-H是要发F的音的 比如照片是不是得多长 photo 这次一起来 nephew 一起来 nephew 直的外甥都是他 一起来 nephew 那女直的 不叫女直的 外甥女儿 直女儿怎么说呀 不许用女nephew 有时候woman nephew go nephew she nephew 你就词汇量这么低吗 注意直女儿 外甥女叫n-i-e-c-e 跟我读一下各位 niece 再来一遍 niece 直女外甥女都是他 一起来 niece 直子 外甥 一起来 nephew 再来一遍 nephew 咱们中国人记这俩词轻松多了 你要到老外 他们外甥那词多难写 外 我能写对吗 外甥对吧 那我记得以前考外国 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那汉语水平 考试说的是 就是一笔中文化 说这个人是我的舅舅 我是他的 知道什么 我还是个女孩 A 我是他的外甥 B 我是他的畜生 当然不说 C 我是他的外甥女 D 我是他的畜生女 很多老外当时选D了 他是我舅舅 我是他畜生女 这叫什么呀 把一家人都骂了 所以你看 英文有多难记 比中文差远了 那同学们一起来 nephew 再来 niece 这俩也得记清楚 因为有两个词长得跟他非常像 妈咪这么说 好 注意啊 a n t 发梅花 i的音 一起来 ant 再来一遍 ant 一起来 ant 天安门的安啊 一起来 ant 就是昂阳的昂 一起来 ant 再来一遍 ant 这是什么东西 脚脖子脚踝吗 怎么说 注意啊 我写出来 a n k l e 这儿呢 那叫un c l e 这个是天安门的安的音 三角啊嘛 一起来 uncle 再来一遍 uncle 这是昂阳的昂的音 起来 uncle 再来一遍 uncle 不要乱节 比如说今天我来不了了 为什么 我uncle病了 到底是你舅舅病了 还脚脖子坏了 同学们 一定要分清啊 一个跟我都要脚脖子 跟我都要脚脖子 跟我都要uncle 或者脚踝 踝会写吗 一个族一个国 飞飞老师顺带交中文 一起来uncle 麻以一起来ant 再来一遍ant 如果知道的话 那同学们 我们来看下面一个词 这个词往下看 是一个核心动词 叫做复述重复的意思 先给我读一读 r e p a t 会读就会发音 一起来repeat 长一一 所以就往下列起来 repeat 再来一遍 repeat 其实这个词也很好理解 我们来看看构词法吧 什么叫构词法 以后你会学很多特别长的词 找一点点构词法的知识 能帮助你记忆 因为英文中跟中文一样 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 挺怕记这个词的 输赢的赢 后来想了一些方法 估计你也会 就把它拆成几个词啊 王口月背凡 开成五个常见的词 然后一组 王口月背凡 王口月背凡 每次一写书 我们的音就写 王口月背凡 音就写下来了 那英文一旦长 也会有词根啊 那同学们 今天我们看到一个词音 叫做re 什么叫re 注意 re这个词 本身叫做do it again 什么意思啊 重复的意思 重新的意思 再次的意思 任何一个动词 前面都可以加度 老师我叫做 我的天 你的作业 写得跟狗爬的似的 老师什么叫狗爬的 就是说 除了你和狗 能看得懂 谁能看得懂呢 re do your homework 什么意思呢 老师你在说什么 我怎么没查到这个词 重做你的作业 经常听到老师 或者你给我重写 重写怎么说 re write 新概念的文章呢 真是每天都很经典 所以我们一定要 read and re read 什么意思啊 读完还要重新读 and re read and re read 重新重新读 没问题吧 以及地震了 我们学校是去年 our school was rebuilt last year 什么意思啊 去年被重建的 好像以前我们学校老师老说 这个得好好复习啊 你知道复习怎么说吗 有点老记不清 复习就是回家得重新再看吧 所以就re开头 那加个view 本身这就是看的意思 所以这个词叫做 一起来review 一起来复习 review 下了课以后 别忘了review the lesson 给我复习一下这一课 重新看这一课 也别忘了给我再 repeat the lesson 什么意思啊 repeat 它的意思叫 重复 重述 再给我复述 背一下呗 重新再叙述的意思啊 所以同学们 can you repeat the question 什么意思啊 你能再重新复述 重述一下你的问题吗 I didn't understand you I didn't hear you 我之前没听清你的 sorry could you repeat that 你能再说一遍吗 有点像咱们心甘凝义 你当然学的 再说遍哪个词来了 pardon 没问题吧 这个pardon其实是法文词 法文广告对不起 我们在法国时候 一见到外国人本来想说 excuse me 然后那法国人特别有意思 跟我纠正 以后不要说excuse me 我教你法文对不起怎么说 我说怎么说呀 我没写过他说 bardon bardon 后来我想了想去 怎么那么熟啊 后来一看他写完就乐了 原来就是因为呢 pardon 法国人对不起 bardon bardon 后来原来就是 对不起对不起 其实就是让你再说一遍 英文就是 sorry could you repeat that 那同学们 有的时候也玩文雅吗 你能翻译好这个句子吗 叫做 does history repeat itself 什么叫history 历史 历史会重述他自己吗 哎 我这边应该这么说 历史会不会再次重现呢 历史会不会再次上演呢 历史会不会再现 他去年不及格 而且被家长打残了 今年好不容易恢复了 又不及格 does history repeat itself 历史会不会重新 试述一遍他自己 会不会在他身上重演呢 听文雅的吧 那如果文雅的话 那同学们 接下来词汇 我们就搞定了 当然我们再通过文章 来把词汇搞定 再看文章中 有哪些语法和句型呢 所以同学们 在我们课文一起学之前 你应该知道做什么了 听录音 如果听过录音了 跟读 如果跟读完了 那就直接 跟着非诚老师一起 learn the text 会噶 跟读完了 词汇 之后 会噶 可以 保障完 词人员 廓 数次 有 词人员